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启示录的第一章 我们最终释放出来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 做他父神的祭司 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 使道永永远远 阿们 看啊他驾着云降临 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 连那些赐过他的人 你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他哀号 这是必定的 阿们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美格 我是今在西在以后要来全能的神 我们看到 启示录他是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那亚西亚是什么呢 亚西亚就是阿西亚 亚西亚就是亚西亚 他其实是指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 亚西亚他本来是一个国家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是我在马胜的这个启示录的课本 ok 然后太高了 这样下一点 ok 启示录的课本 那是林日锋博士 是我们的马胜的前任院长 他教我们这个信约 他是一个信约学者 信约的专家 那我是唐听这门课程启示录 然后他的这个讲译 我一切的内容呢 主要是参考是他的这个讲译 所以思路主要是围绕着他的一个给我们的资料 这本书非常的 里面非常多丰富的资料 然后我也从中 我吸取了很多的宝贵的分享 那跟大家来分享 那里面的这本书呢 他里面有提到什么呢 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呢 他其实是 是古代罗马帝国的一个神 他本来是一个小国 但是后来他就纳入到这个启示录 对不起 纳入到罗马帝国当中 那我们看到在 这七个教会啊 都在亚西亚的境内 他曾经是非常复兴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看到 据传说呢 在第一世纪末叶 就是整个公元 公元一百年 一到一百年当中呢 到了结束的时候呢 整个亚西亚的教会呢 你知道有多少个教会吗 猜一下 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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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亚西亚 就是现在的独尔齐的一个部分 就那个吐出来的部分 猜一下猜一下 有吗有吗 没有人要猜吗 好啦那我就告诉你答案吧 那在当时呢 亚西亚的教会呢 在那一边呢 大概有五千间教会 不是五千个人哦 是五千间教会 那这是早期启示录的时期 在那个时代有好多好多的教会 但是呢 我们看到在1955年的时候呢 1955年 土耳其公布呢 他们的国家里面 只有一万多个的基督徒啊 然后 只有一万多的基督徒 而这个阿美尼亚 就是古代民族的基督徒呢 却有五万五千名 其实 整个土耳其呢 百分之九十八 或者到九十九 都是回教徒 那其实我们看到 在两千年前不是的 两千年前的土耳其 是一个非常大比例的基督徒国家 那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可惜 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昨天我们有提到启示录 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暗号 昨天我们有提到很多的symbol 很多的代表性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 敏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不能写到这么明白说 我们这个政权要倒了 你要快点留意要倒了 你不能这么说 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明白 敏感的一个地方 会杀头的 会死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在起书里面 特别多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数字 各种各样的一些代号等等 那我们读到这个七个教会呢 非常有趣 这七个教会呢 是土耳其境内 现在土耳其啊 亚西亚这个地方 境内的七个地方 而这个七是怎么样 其实按照地图的话 它是一个顺时针记录下来的 比如说你看它是这样 从这个城市 然后发 然后给第二个 第三个 如果你按照地图来看 它是一个圆圈 围成一个顺时的 不是圆圈对不起 是围成一个顺时的 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 给我们看到七代表什么呢 昨天我们有提到 提到七代表完全 七代表完全 所以我们说七 比如说 一周有多少天呢 一周有七天 那代表什么呢 当我说七天 你就可以理解到是一周 就完整的一周的意思 我说七天 你就说周 我说七天 你说周 我说七天 你说 OK 很好 我相信你们都对着手机 说周了 那我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 等等的 我们可以看到 七呢 也象征着神完美的工作 那比如说 这本书 在里面 在圣经 在启示录里面呢 有这个 七个教会 七个灵 七个灯台 有七个星 有七个天使 有七盏灯 有七个印 有七个脚 有七个眼睛 有七支号 有七千人 有七个头 有七个灾 有七个金碗 有七座山 有七位王 哇 好像玩文字 数字游戏 这样子的文字游戏 在启示录很多 那在12到14章呢 12到14章的启示录里面呢 也有七个记号 比如说 妇人啊 男孩啊 大红龙啊 天使长 羔羊 海中兽 地中兽 刚刚好又是七个 七个不一样的一个兽 之后我们在12章 10章 我们会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谈 那跟天国有关的 也包括什么呢 24个座位 24个长老 4个火物 4个骑马的 4个脚 42个月 10多 那他们认为 启示录是过去了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 他写给启示录 是写给七个 当时存在的教会 请问这七个教会 现在在哪里呢 跟你旁边的说 已经消失了 已经disappear 已经没有了 那很多人就说 那启示录 只是写给那七个教会 那就跟我们无关了 所以我们只是当 它是其中一本圣经 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来看而已 那其实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 这样子去 五大人说 哎呀 那如果只是跟 当时教会有关 那我们现在只是读了 只是当成是一个文学作品 不是的 这要七是写给 所有当时的教会 不仅当时哦 是写给所有在末世 从当时到现在 如今2020年3月19号 7点14分 马来西亚时间 吉隆坡时间 写给全世界的 所有教会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这是写给我们的 写给我们现在的 这个情况 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了 让我们去明白了 那所以 七代表什么呢 我们看到 七个教会 代表所有 那愿恩会平安 从那位 金在 锡在 以后要来的神 从那宝座前的 七灵 这七个灵 又代表什么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七代表完整 那七代表完整 其实你说 七个教会 其实就是一个教会 就是代表一个 完整的一个意思 七个灵呢 其实要表达 就是神 完全的灵 当然有人说 可能是指 七位天使 但是我们从 圣经启示录里面 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个七灵 更加可能的 代表的是指 像圣灵 圣灵他完整的 他完全的 来跟我们 显现 来完全的充满 他的教会 所以用七灵 来表达 完全的意思 那么 我们看到 七灵是指向圣灵 而七星呢 是指向神的 这个使者 我们看到 启示录 他是写给七个教会 所以神要我们 清楚的明白 神的心意 是要 这个教会 会 要期待 所有的教会 成为 看见耶稣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约翰 他看到什么 从他信实的见证人 使人中 首先附生了 地上 众君王的统治者 耶稣基督 临到你们 愿神的平安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把我们 从我们的罪中 释放出来 所以启示录 他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 他就提醒教会 弟兄姐妹 你正在混乱当中吗 你在逼迫当中吗 你在困难当中吗 启示录的背景呢 大概是 这个使徒 约翰 他在这个 多米田 多米田 这个 暴君的统治之下 出来的 那他在那个时候呢 教会都处于一个 非常严重的 一个逼迫的情况 但是他要强调 到底谁是王 你看到第五章吗 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 耶稣基督 领到你们 他强调 到底谁才是王 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告诉教会 不要怕 不要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要与我们同在 好 所以我们看到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把我们从最终释放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什么呢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 做他父神的祭司 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那部分呢 也谈到的是 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国度 因为当时的教会都在问 耶稣你什么时候来 耶稣你什么时候来 我们好苦啊 我们被逼迫啊 我们处于一个困难之中啊 求你帮助我们吧 那约翰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就是神的国度 并且我们要做神的祭司 愿荣耀全能都归给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啊 他驾着云降临 你看到 一个形象就是 他好像让你看到说 约翰 他很非常形象的 看着云降临 哇 耶稣在云上降临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 连那些赐过耶稣的人都要看见他 到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号 为什么哀号 因为事实上 每一个民族肯定有人不信耶稣 他们甚至肯定逼迫基督徒 他们甚至嘲笑基督徒 他们甚至就是用各种各样的 在打逼迫 打患难的时候 他们仍然不信靠神 但是他们看见耶稣降临的时候 他们就呜呼哀哉 他们就 哦完蛋了 我没有办法了 我完蛋了 所以这是必定的 阿们 启示录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非常的 确定的一个情况 他告诉我们 以后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格 这段经文是说什么呢 那就好像我们都会 ABCDEFG 对吧 我们现在ABCDEFG 我们看到就是 A是第一个字母 Z是最后一个字母 ABCDEFG 到Z 那这个希腊文呢 它也是有字母的 它的第一个字母就是Alpha Alpha就是那个 你看到一个 像一条鱼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个叫Alpha 然后最后一个是Omega Omega 不是Omega2 OK是那个Omega 也不是那个手表 是啦是啦 他们都是那个Omega 就是这个希腊文的 这个最后一个字 就是ZAC 相当于ZAC的一个意思 所以主耶稣说 我是Alpha 我是Omega 他说的是 我是今在 今在 以后要来 全能的神 弟兄姐妹 神他是全能的 他是过去的 他是首先的 他也是末后的 他其实就是要给你 明白什么东西 到底谁在掌权 启示录是要让教会明白 到底谁才是那个 最终有话语权 有决定权的 第八节的最后四个字 已经说了 全能的神 弟兄姐妹 你觉得 瘟疫 是谁的工作 你觉得武汉肺炎 是谁弄的 网络上很多人说 是因为中国人 他们吃这个蝙蝠 所以导致这个情况 OK 那也有人说 是美国人 他们秘密研发了这个病毒 然后他们要 让中国人绝职学生 OK 现在美国也中了 中国也中了 OK 我们不知道 因为谣言是很多很多 但我不管怎么样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归根结底 谁允许肺炎产生 归根结底 谁批准全世界遭遇 这个 新冠状病毒 你说呢 可能有人说 肯定是魔鬼 是魔鬼 OK 我看到彩平姐说上帝 OK 好 很好 这种互动 OK 我看到Dixon Dixon说神 那 有人说是魔鬼的工作 你看这个末后的时代 你看魔鬼 他就是很饿 他就是用许多的方式 要来残害我们 兄姐妹 可以这么说 是 的确是魔鬼 的这个工作 但是你要看到 魔鬼之上 是上帝的全能 在造主着 是上帝大有能力的权柄 领导 所以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会读到什么呢 读到 的确是灾难 领导约伯 是来自魔鬼 我们非常清楚看到 是魔鬼让他儿女死亡 让他有疾病 让他的产业全部都消失 但是是谁批准的呢 是全能的上帝批准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启示录 今天带给我们的一个安慰 是什么呢 神 他永永远远 做王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是否正在忧虑呢 可能 我们最近很担心吧 家人的疾病 可能你正在病痛 可能你 可能你也担心自己的收入 可能你也担心 就是 我的经济不够用 可能你担心很多很多 你担心很多很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圣经说什么呢 耶稣说 天上的鸟儿 也不种 也不收 天父尚且 养活他 所以你不要怕 不要怕 因为 神 保护 看顾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在 第一世纪的教会 他们所受到的 逼迫 哪个才叫严重啊 弟兄姐妹 哪个才叫做 凄惨啊 神 完全的 在掌权 我们看到 神给我们 今天的安慰 就是如此 神要我们提醒 他才是神 弟兄姐妹 不要把焦点 放向肺炎 不然肺炎就成为你的神 不要把焦点 放在你的钱 钱会成为你的神 不要把焦点 放在你现在 面对的困难里面 否则 这一切 会成为你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把你的能力 放在神 你看你知道我做好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时候 很多的父母都很担心 因为我也是父母 然后 哎呀 担心我们的孩子 会不会防护不足 会不会感染病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父母 都一定会担心 一定会害怕的 会不会经历到 这个情况 但是弟兄姐妹 不要害怕 把你的儿女交给神 把你的儿女交给神 我们该做的一切的防护 都应该做 但是所有的一切 最终的是神 是神完全的掌权 我想 我们总是会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弟兄姐妹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们是一家人 Amen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彼此的连结 彼此的鼓励和祷告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了 我们就要一起来 为这许多的事情 我们来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仰望神吧